刚才我们跟同学们说了 一个一般性的 微分的惩罚公式 这个惩罚公式呢 也可以说是备而不用 其实将来我们大部分 做复杂的微分的时候 你们应该可以猜到我们的意图 就是要让各位同学用电脑做 我们好久没有用Maxima了 对不对 其实Maxima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但是我们现在做的事实在是很简单 简单到好像用电脑还反而麻烦 所以我们就不去用电脑了 但是真正碰到复杂的函数 要做它的导函数的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用电脑来做的 所以刚才的那个一般性的惩罚公式 我再复数一遍在这里 等一下 这个是谁的惩罚公式 也许我们可以在前面稍微说明一下 微分 微分的惩罚公式 是F乘以G的微分 等于F微 加上F不微 但是这个公式我们不急着去学它的应用 因为这个是比较理论上面需要知道的事情 但是它会推导给我们一个新的公式 我好像要跟你说没有很多公式 但是好像公式一直出来很抱歉 但是这真的是一个很简单的公式 它叫做 你看了就会记起来的公式 扩张的基本公式 好 什么是基本公式呢 x的n次方作为分 等于n乘以x的n减一次方 什么是扩张呢 扩张呢 什么是扩张呢 是x减a a是随便一个常数 是0也可以 当a是0的时候 这个扩张就等于没有扩张 就是a是0的话 它就是x减a的n次方 就是x的n次方 但是当a是1 是2 是负1负2负3 是7分之1 101分之1的时候都可以 x减a的n次方作为分呢 形式跟刚才的基本公式 一模一样 这应该可以同意 这不算是个新的公式吧 有这个公式更妙 对不对 刚刚我们 以前我们知道x三次方为分 是3乘以x平方 现在你知道 x减7分之1 对不起 的3次方 的微分 也很简单做 它就是3倍的x减7分之1的平方 好 这是一个很妙的事情 很简单的事情 那么刚才我们学的 微分公式 乘法 微分乘法公式 就可以拿来推导这个 扩张的基本公式 怎么样证明这个 扩张的基本公式呢 我们用一个 同学们的老朋友 数学 归纳法 我知道很多人也不喜欢它 不过 再看看嘛 数学归纳法就是说 说什么 就是 小时候我们都说 当n等于1的时候 我们检查 看看这个公式 对不对 好 我们检查看看这个公式 对不对 当n等于1的时候 这个x减a的一次方 要做微分 它就是x减a 要做微分嘛 那就用基本公式 它就是x微分 减掉a的微分 那x是一次方 它微分以后就是1 a是常数 对不对 那或者我们以前 还会写得更明 更 更精确一点 它是把负a这个常数 提出来 剩下一个1 要做微分 那用基本公式 1的微分就是0 事实上 现在应该大家都习惯了 做了很多的练习了 常数的微分就是0 不用去想它了 这个结果是1 那有没有满足我们的公式呢 这个公式说的是n n现在是1 乘以x减a的 n减一次方 它也就是0次方 0次方我们就说它是1 所以这个结果就是1乘以1 当然就是等于1 所以呢 我们就说 检查成立 好不好 这个用比较 比较严格的话 来说 检查成立 当n等于1的时候 我们的公式 这个黄色写在这边的扩张的 基本公式 是成立的 数学归纳法就是说 假如 假设当n是某一个k减1的时候成立 数学归纳法的妙处就在这里 我不管k减1是怎么做出来的 反正就假装它成立 假装它成立的话呢 再来考虑 n等于k的情况 好 假装n等于k减1的时候成立 那n等于k的时候 我们也要想要证明它成立 OK 那怎么做呢 我想我们的 板子不够了就放到这里吧 好 那么 x减a的n次方 要做微分 它是不是就是 x减a乘以x减a的k减1次方要做微分 对吧 好 n是k嘛 k当然就是1乘以k减1嘛 对不起 1加上k减1嘛 这个指数率前面分一个1次方出来 后面剩下一个k减1次方 这时候我就要用到乘法公式 乘法公式怎么说 想像这个是 我们来想一下 如果这一部分是f 如果这一部分是g 好 那公式怎么说 说f为 对不对 对不起 这个后面就不要写方括号了 乘以后面呢就是g不为嘛 加上f不为 好 f不为但是后面 这样是不是看不到啦 这个后面就得是g要为啊 x减a的k减1次方就得要为 好 那前面呢x减a是1次方 它为分以后就会是1 这是我们前面刚刚检查过的事情 它就是1乘以这个g不为 加上f不为要乘以g的为分 那这个g呢 正好就是k减1次方 刚才我们的归纳法假设就是说 假如k减1次方的时候 这个公式是成立的 那既然它成立 我们就用那个公式 所以就会把这个次方 乘到前面来 就是k减1 乘以后面这一项 但是要把它的次方再扣1 所以变成k减2 剩下的就是一些整理咯 这个x减a的k减1次方 当然就是留在这里 后面这里呢 是k减1是个系数 拿到前面来 x减a跟x减a的k减2次方 是同样的底 把它乘在一起 指数呢 就会加1 所以k减2加1 就回到了k减1 现在呢 又看出来这一项 跟这一项 是共同项 共同项就把它提出来 是x减a的k减1次方 里面呢 注意喔 这就是常犯的错误 提出来不是0喔 提出来以后这一项是1 加上这个提出来以后 剩下的是刚刚的k减1 所以那 这个1跟-1不就消掉了吗 剩下的就是k 那剩下的是k 那就是我们的答案 对不对 就是k乘以x减a的k减1次方 很抱歉 这里有一点拥挤了 好 总之 这就是成立了 因为k就是n 所以呢 当这一切都做完了之后 当这一切都做完了之后 我们就检查了 它其实就是n乘以x减a的n减1次方 好 好 我们回到这句话来 则考虑n等于k的情况 那这个情况很好 它仍符合公式 就是 所以 所以 根据 这个 规纳法 数学规纳法 就说了 如果在这种情况 n等于k-1 假如成立的话 n等于k的时候也成立 则公式 好 对所有正整数 n 接 抱歉 写不下了 接成立 好不好 就是把它写上去了 所以 数学规纳法就是这样用的 就是先令n等于1 检查看看对不对 如果它对了 很好 然后就假设k等于1的时候成立 然后再看看k的时候有没有成立 如果k-1 如果k-1成立的假设能够推论k也成立 那我们就会说 这个公式对所有的正整数n都成立 现在只差一件事了 n等于0不是正整数 n等于0不是正整数 好 n等于0 就不是正整数 好啦 没有关系啦 我们就只有一个case嘛 我们就检查看看好不好 检查n等于0 n等于0的意思就是x-a的0次方 微分是什么 那 从基本公式 既然是0次方它就是1 1的微分就要是0 那如果用刚刚我们的扩张公式 它就要是0乘以x-a的-1次方 但是且不管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1次方管它的 前面有一个0啊 0乘上那个东西 结果当然就是0 所以呢 没错 我们就打一个勾勾好了好不好 所以n等于0的时候 那个扩张的基本公式也是对的 数学归纳法告诉我们 对所有正整数都对 我们又检查了 n等于0也是对的 所以啊 简单来说 就是记得这样就好了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 好 扩张的基本公式 就是原来我只是说x的单向函数 可以这样微分 现在我要说平移的单向函数 好 请同学们不要忘记咯 x-a是向右 有没有 向右 平移a个单位 如果a是正的就是向右 a是负的就倒过来 变成向左平移 所以这相当于是说平移的 单向函数 好 基本的单向函数 微分公式是这样 平移的单向函数 也是一模一样的 也是一模一样的 只要一起都平移就好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公式 而且很有用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